影節 在轉黑 螃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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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市民說 如果直接通過了化育之後 我會不會無故 可能在內地不知道自己犯了甚麼事 或者在其他地方不知道自己犯了甚麼事 而被人捉上去 其實我覺得這個更加是不需要擔心 為甚麼呢 因為如果通過了法律之後 其實我們講得很清楚 如果是中國大陸的情況 一定需要在最高人民法院檢查院出了檢查案例 然後在最高人民法院裏面 有一個三年以上可判刑期的罪行 才可以申請到香港法院去轉交疑犯 但當然如果有三年以上的嚴重罪行 才會發生的時候 普通的市民就不會被捉走 所以這方面的擔心也是沒有必要的 很多人說會不會因為這樣而影響了一個兩制 令到大家原本對一個兩制的信心沒有了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反過來說 有了這個條例之後 我們更加清晰 在有甚麼情況之下 我們香港的法律是怎樣保障我們 是更加清楚 我們應該更加相信 我們法院的司法制度 我們對他們的信心更加強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我覺得有法律比沒有法律好 為甚麼呢 沒有法律可能反過來 你真是擔心 因為沒有規矩 它可以有些事情沒有發生了 但現在有規有矩的時候 我相信內地的一些公安部門 是不會再謀謀言 或者不敢謀謀言 是不按香港法律去造詞 我們要去做節目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